前面幾集都是妳的朋友是不是 前面一兩集就是 都是我們的朋友 例如說 好 每次都跟春風講說 黃春風 要吃飯嗎 好啊 好 都沒有來 好 每次去到台中 妳就台北 妳就台中 然後就錯過了 怎麼辦呢 製作單位就打電話去問邀請 春風一聽到 我去 他真的跟我們一起去 古關出外景 然後去吃美食 然後聊事情 雖然說 妳逼她說這個東西好不好吃 她會說還好啊 然後可是那個情感就是在 知道 就是那兩天 她就陪著妳這樣子 跟妳一起吃飯這樣感覺 所以是因為妳的關係 才邀得到春風 對 而且美女姐應該可以邀到 很多厲害的演員吧 對 厲害的演員有啦 姚純藥啊 純藥啊 然後 紹勳 何浩晨 何浩晨 幾個帥小鮮肉 帥的小鮮肉都去了嗎 真的 都來了 很開心喔 她們都把她 她滿開心 但是重點是沒有人看她 對啊 因為 不熟 就是很可惜 何浩晨來了 我覺得她比較像 對美秀姐來講 是實際美食節目 對我來講是交友節目 就是她們這些人過來 慢慢地跟我變熟的過程 我每次聽到後訪 然後製作人在那邊問說 妳跟豪平是第一次合作嗎 對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她說 就覺得她還滿有趣的 就每一個人都是在回答 跟我的第一印象 美秀姐配一個這種 小鮮肉或帥哥來賓 這節目播出 或是大家在講話的時候 豪平就會消失在裡面 對啊 不會啊 因為大家重點都不會在 豪平身上咧 不會 我跟你講 就是你總是要有我 才能夠蹭播出 可是我覺得 這個節目這個安排就不對啊 就應該是美秀姐 然後每一集 那妳去跟製作人講 她就在外面啊 她就在外面 是不是 我跟你講喔 你們這個安排不對 應該是美秀姐一個人 然後每一集都 有一個小鮮肉給她吃啊 我給她們這種想寶 我真的會不會換掉啦 她們在記 她們真的想 不錯耶 這樣子 沒有好好停用 就挖一份新的主持人的薪水 然後也沒有什麼用處啊 但沒關係啦 我其實很願意給 就是不管 她已經不算是新人了啦 給所有的 後輩們 後輩們 一個機會 其實說真的 可是觀眾想不想看 才是最重要的吧 這個也是重點 對啊 你覺得我們做主持人的服務業 觀眾永遠是第一名 對 是 所以觀眾不想看你的話 你就不需要存在啊 大家如果說要我離開 我就離開啦 好 離開 完全尊重民主 要總統選舉了 OK 我尊重民主啦 觀眾朋友有一個資訊是 首播收視的糕點 居然是在豪平跟才華姐聊天的時候 一定是因為才華姐脫了吧 一定是 才華姐夠剪了嗎 都剪掉了 才華姐做了什麼 才華姐她沒有啊 一開口就是好笑 這是才華姐的功勞嗎 你應該算是才華姐的功勞 對 我真的不知道哪一段 對啊 連你自己都不記得喔 不是 我們講話很多段啊 所以我不知道哪一段是糕點 那有可能因為糕點 接下來就往下嘛 所以可能是看了 有可能這樣 對 這樣就合理了好不好 你現在要射這個人設了是不是 對 被我們逼到射這個人設了 我不管了 賺可憐啦 廚生真的好好講一下 所以你們現在有 遇到很多個厲害的廚師嗎 其實有 我們第一集就到 台南阿霞飯店 我們就學鳳梨蝦球 他就可以附科到 所以停壺你會做鳳梨蝦球嗎 比較接近的狀態 你會做鳳梨蝦球 他基本上的菜都會做 而且我們去的餐廳 都是那種大棗 要開火 開風的那種 就是 都是大火 大火的 所以他都會控制那些 但是那個時候我就在旁邊看 負責轉播 負責跟主廚聊天 但他漸漸開始 會轉到自己身上 現在做什麼 加什麼 怎麼呈現 所以這個節目沒有東西 沒有 突然發現了 你現在感受到我 反正停壺中有完成的 我們要分工 你剛剛說停壺越來越好 他已經可以把東西講到 一邊做 然後一邊解釋說我在幹嘛 然後他也可以基本的訪問 這個是一個關鍵 這最後的關鍵嘛 你不公單 但是前面我們還是要廢料 還是要找食材 廢料他也可以啊 會做菜的人一定會廢料的 但是我們要找食材 我要保諾 這個時候就需要我的出現 我們要外景去收集食材 對 然後收集食材的時候 就是昌明哥會跟那個 小農他們老闆 聊天啊 聊天啊 這些 你走不進小農的心對不對 昌明哥比較 就是去什麼市場 或是那個真的 大家都很開心見到他 你可能是小美秀姐嗎 我可能是小美秀姐 他們節目有一個我看到 因為那一段是蔡上線 有實際下去 炸天波辣之類的東西 只有他能夠進去 因為他那個湊淵機的高度 只到這個地方 沒錯 張庭就到這裡 完全就是到這裡 因為老闆身高跟我一模一樣 對 他是量身訂做的 那就是他可以發揮的舞台了 我就是一直這樣 完全沒事 所以你是不是覺得 你很容易就走進小農的心嗎 其實是 因為我覺得外景 不管是什麼主題 你不管是玩還是吃 或是你說食物食材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真的是跟人 你就是只要跟他能走近一點 那聊開了 你什麼都會非常順利 我真的去搞定 因為我心態去主持外景 所以就很容易跟他們 你真的很想要邀請你 到我們節目來 我告訴你 帶你從八點半開始 早上 早上八點半 就開 眼睛一開就開始拍 就開始吃 早上八點半 我眼睛不會開耶 沒關係 你就按 你就變了 你就吃 我跟你講 太好吃了 我們不是一起吃飯吧 不是一直吃飯吧 一直吃 就是我去就是猛吃 對 然後我們會去介紹那種 比較古老一點 像台南那邊很多那種 舊式的那種老宅 像我拍那個 中泊塞的時候 就在那個中西區那邊拍 全部一拍 然後把它弄成民宿 然後就是很復古 就像小時候你住的那種感覺 三合院或那種感覺 我們去那邊吃 他們用大廚去煮的東西 然後就隨隨便便 一個肉有沒有 烤肉那個烘肉 那肉過大 然後那壯絲 還是那種小時候那種酸酸的 那種酸酸的那種酸酸的味道 那個真的是 小時候的回憶就立刻湧上了 對 然後學做豆花 豆花不是外面的那種硬硬的 是軟軟的那種 嫩的 我不騙妳 真的妳應該要來 那妳剛剛做什麼假反應啊 沒有 我不要妳講話 妳不要講話 妳就 反正妳眼睛一張開 妳就吃 吃到後面結束 我幫妳結束 妳不想動 我也可以餵妳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一直躺在飯店 然後你們拿下來給我吃 可以啊 可以 也可以 我們出去找食物 然後回來了 什麼畫面 沒錯 然後我在飯店躺著 一直看iPad 然後又來了 虛目魚就好 這會好看 很好笑喔 會好看 真的 現在使勁節目要的就是 出乎意料 特別 所以製作人我可以躺著嗎 妳可以來 他絕對接受這種形式 他絕對接受 我們應該真的比較輕鬆 他們的就真的很辛苦 他們第一個 一定要跟菜市場 溫暖嘛 然後再來就是去進廚房 廚房很熱耶 我們真的是少進那種 大廚房的 那個廚房裡面 會啊 什麼的 好熱好熱 我們這個都是在外面跑的 他們是比較辛苦的 他們是真的要進去廚房 做菜 對 但是其實滿好的 因為這種經驗 其實不太可能會出現 滿好的 累的都是這樣 停呼 你在那邊講什麼講 等一下 他就在廚房累 其他都我累這樣 可以吧 可以 這樣有沒有分工合作啦 應該有平衡 就是外景的時候都交給昌憲哥 可是外景你也是一起出啊 整集的節目 組可能是五分鐘而已 那三十分鐘我再忙了 對 他要一直講話 可是萬一組不出來的話 結束就沒了啊 結束可以有別的說法 不好意思 失敗了 再次 如果每集都失敗那怎麼辦 但因為目前都是成功的 那是因為有停呼在啊 那 你要謝謝他 好 謝謝 好不好 你怎麼說 你怎麼啊 這集真的在宣傳我們節目嗎 宣傳半小耶 夠耶 我那邊想說 當你在找人選的時候 是真的要很注意 像那個誰 豪平 我們上個禮拜 才不知道去哪裡的時候 不知道是誰介紹說 這雞腿也好吃 然後都是真的 不是這種罐的 是真的 然後他就說 真的嗎 那個很好吃 我們說那你都拿去吃 我們來賓也沒有吃 都他吃幾顆 因為我真的沒吃過 然後他們說你沒吃過 都給你 那吃完之後是會怎麼樣 會燥熱嗎 變變成了 就外景活力十足 活力十足 完全 活力十足 很大一顆耶 你說真的活力十足嗎 真的 我連美秀姐都敢嗆 後面有一部分 她講說她想要找李安來吃飯 我說 妳是要找李安 討論嗎 她說沒有啦 李安底下角色都這麼漂亮 這麼帥怎麼可能 我說 美秀姐妳不要這樣想 她也拍過綠劇很好客 我直接嗆成這樣子 這美秀姐沒有怎樣嗎 我覺得那就是 雞南佛的威力 我當天 我後來想想太可怕 我怎麼敢講這種話 你剛才聽到 她血壓升高啦 對 都沒關係 就是她胎到已經那個 我跟妳說妳講道歉嘛 我回去之後 我其實有點害怕 但是後來當天結束之後 美秀姐主動傳訊息說 我覺得我們以後結束 都可以自拍一張照片什麼的 就是比較好玩 這樣做節目說 美秀姐還願意就是跟我聊一下說 這個節目怎麼樣做會更好 那她有提到浩克的事 那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邵緯哥主持過節目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是被公司指派的 然後那是以前的台視的節目 然後我想說 天啊 這跟新聞也太不同了 就是綜藝跟新聞的整個反應 妳跟邵緯主持那個節目 是什麼內容 就是 尋找全台灣的職人 正媚 然後去訪問他們的故事這樣 然後我覺得邵緯哥也是 我那時候突破超大 因為我們每一集開頭 都要演一段戲 然後我都半醜 因為我覺得很好玩 我又在穿那個大龍蝦裝 這樣走出來 或者是扮那個石繩裡面 那個有一顆痣的那個 那個 對 然後就很好笑 或者是扮男裝什麼的 但我那時候覺得很舒壓 因為平常在當主播 覺得每天震驚八百的 然後覺得很好玩 但是我還滿意外 就是我覺得 外景節目的那個製作費 好像有點低 很低嗎 我們住外景的 我們是住在那個 八個人的 就包括邵緯哥 我們住那種八個人的青年旅館 對 然後你知道晚上你很累 其實你講一整天話 你就想要一個人安靜 對 可是我又不敢說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住外面 因為人家會覺得你很難搞 對 所以我就是洗完澡之後 就跟大家一起 擠在那個上下鋪這樣子 然後還要聊天嗎 對 還要聊天 其實外景節目 真的是比較辛苦的是攝影師 我們一人實際說真的很幸福 我們只要吃完 因為我們去車上等他們 他們必須要拍食材 而且那食材一定 我們要在幾分鐘 我們每一個地方 一個定點半個小時差不多 你吃完聊完15分鐘 15分鐘剩他們 他們連飯都沒有得吃 連上個廁所都沒有辦法 住的方面 我們很好 我們有贊助 如果我們去到那邊 有飯店贊助 我們一人是住那邊 他們住的不是 他們可能住普通的那種 就是那種旅社那種之類的 你們現在還是覺得外景節目 預算很低嗎 有感受到嗎 還是很低 因為最主要是 因為你要不要再濃縮 兩天之內要幾級 那個 對 而且人員又多 我們所有全部三部車 一二三跟著走 然後全部車上都滿滿的人 然後連吃飯 連睡覺什麼那些 全部都是預算 我們連舒嬅這些 我們都基本上已經節儉了 如果這麼辛苦 這麼辛苦 然後預算那麼少 為什麼還要做 因為台灣太多很好吃的東西 很漂亮的風景 很棒的人情 我們為什麼不去介紹我們台灣 多介紹一點 對 那外景真的滿好玩的是 我覺得真的 你有主持過外景嗎 三年都在主持那個街坊 不管是校園 或是潮流的 或是喝酒的 然後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你真的會遇到 各式各樣的人 我覺得這是外景跟朋友 那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他們是真的 路上突然叫來 或是你平常 他不是藝人嗎 他可能口條不見得很好 對 你會等他 你會想等他的反應 像我就遇過一個 很ㄎㄧㄤ的 是那個 就跟他聊一聊 你就知道在信義 然後他就問完穿搭 然後他就有點喝醉 我想說 就跟那個攝影 就跟製作的實驗車說 好 差不多 我覺得他太ㄎㄧㄤ了 就是他那 眼皮有刺青 真的喔 他閉眼睛會寫什麼 反正怎麼忘了 所以超醉 然後講一講 我說穿得很屌 怎樣怎樣 他說 Yeah 兄 我就開始 好 不對勁 我說謝謝 然後下一組 我再訪一訪 再訪下一組的時候 突然後面有人點我 我問到你爸 我在錄影 點我轉過去這樣 然後他轉過來 拿來一瓶酒這樣 可以訪問我嗎 同一個人 他還在喔 好ㄎㄧㄤ 真的好ㄎㄧㄤ 所以就是路上的那種 那你怎麼辦 你要跟他對話嗎 還是說 我就說好啊 那你等我問完這一組 我再問你 對 就把他 那你反應很快 然後他朋友就說 對不起 他喝醉 所以就是 會有一些真實的狀況發生 那是太真了 那是塞不出來的 你反應真的是很棒 你碰到的狀況 真的是太多了 有的阿嬤把你直接點點的 欸 然後我就轉頭 嘿 沒笑啦 你日本人就比較好看 比較散 然後你就變成說 我在錄影 沒關係 錄什麼東西 沒關係 然後就跟你聊起來 對 他們都會這樣子 超過這樣的 然後要走的時候 就繞一句話說 你沒化妝比較漂亮 我啊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哇 這句話好老派 嗯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